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今天小妹煮咖啡虾 来 介绍材料 OK 来 这边虾 我有12只的虾 粉是冬粉 然后这个是虾头 然后有大洋葱 蒜头 咖啡粉 辣椒粉 蚝油 酱青还有鱼露 还有椰浆 还有咖啡的叶子 这个咖啡叶子我自己外面摘的 用我们的火锅的油罐 来 把这个虾壳放下去 然后这个虾边了 放虾汤 虾壳 虾的头我要炒到它变色 才可以放水 你还没有炒熟的话 它会有腥味 对 还没有熟 你倒水下去 它会有腥味 给它煮头一个 给它盖住会比较快 因为是刚刚出来了 现在给它煮 煮到有那个虾的鲜味 让它熬一下 那个鲜味出来 你看那个虾的盐 那个虾汤的颜色很漂亮 然后这个虾汤呢 我就煲出来 这样把虾汤煲出来 嗯 它煲出来 稍微煲的油 把碎盐葱煲下去 大碎盐葱 碎盐葱 这样就算一笔大碎盐葱 最基本上要炒成酱味 对 然后准备这个蒜头 些碎的蒜头 OK 然后转小火 要放咖啡粉的时候要转小火 因为咖啡粉不可以烧火 要小火 它会怎么样 对 它会苦 它会苦苦啊 所以要多 所以我现在的火关小了 跟这个辣椒粉 啊 多少你们自己喜欢哦 太你们喜欢锅了 太你们喜欢锅了 看下锅了 把这个蚝油倒下去 蚝油 蚝油加一点水 对 然后就把这个虾汤 把虾汤放进去 刚才你放多少水 大概400克的水 冬粉 因为我的冬粉很干 很贵 冬粉要泡水哦 对 然后就把这个虾倒下去 放虾下去 然后就锅盖盖一下 锅盖盖一下 锅盖盖一下 然后把它盖 那里面买锅 然后买锅 然后买锅 我给你看 OK 出去 出去 早上去 你也放出来 小骨哦 这个调味 香轻 香轻 OK 你如果 这边放椰浆 椰浆 椰浆放下去 烤鱼耶 谢谢 88块 我来看看这个咖喱虾 是很容易很简单的 你看 哇很香哦 香车 好了 你们要你们可以再加 加小骨 对对对 加小骨 喜欢这样 切一点几粒马铃薯下去 小小块 马铃薯 马铃薯要炸 我慢熟 看你们自己喜欢 可以自己加 加一点马铃薯 加一点小骨 龙虾 螃蟹也可以放下去 OK 现在我们把那个把它倒入 啊 刚刚装盘 然后装在砂锅 小妹喜欢把它们装在砂锅 比较好看 啊 看整个咖喱叶在上面 点这里 漂亮 OK 今天的这个 冬粉 咖喱虾 成功 非常好看 看一下小妹拿起来 来 会不会烧 啊 这个冬粉 咖喱虾 很好听啊 OK 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 再见